第17题如右图悬吊式等臂天平起码上的衡量共分100小格 每一颗度代表0.1公克 若物体置于右盘 左盘有砝码50公克一个 10公克三个 起码的位置在第40格颗度线上 此时天平达平衡 请问该物体的质量应计为多少公克 我们上课的时候讲过我们操作的时候 我们的代测物放在左盘 砝码放在右盘 那么在上米天平这个可以左右颠倒没有关系 但是有起码的天平不可以 因为起码的质量是加在右盘上 所以砝码一定要放在右盘 但是这一题他的做法就是错的 但不管他做法是否错误 达到平衡的时候 都是左边的质量会等于右边的质量 我们的左盘有50公克的砝码一个 有10公克的砝码三个 所以加起来就是左盘的质量 会等于右盘有个不知道质量的物体 还有一个放在颗度40颗度线上的起码 那么一个颗度是0.1公克 所以呢 左边就是50加上30 等于右边的x加上4 也就是80会等于x加上4 x就等于76 所以我们就知道 物体的质量应该是76公克 如果再加上我们所谓的准确值跟估计值 就应该写到是76.00 第一个0是代表最小刻度0.1公克 第二个0代表的是估计值 所以第17题问我们说 请问该物体的质量应计为多少公克 我们答案选的是A 76.00